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说我也快瀕临崩溃了 但是她愿意用余生来替意涵做一点事情 她到底承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女儿都已经是往生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事实给呈现出来 女作家之死包括了王定宇 包括了立法委员林俊宪 还有高雄市议员萧永达证实 其实狼狮就是陈国新 而陈国新人在哪里 真的已经前往中国吗 今天势必要呈现更多的真实内容 但是包括了卫福部 包括了台南市的社会局 甚至在今天在市议会当中 也出现台南市的警察局 这些官员现在毫无作为 继续消费父母亲吗 而且全面在下封口令吗 马上进行连线 这人要家属含冤墨白吗 父母当年没有提告 今天大还原台南市警察局局长怎么说的 他说市政太少了难以争办 真的吗 检警双方到底在等什么 到底在怕什么 台湾此刻陷入无政府状态吗 只能够沦为人民公审吗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继续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正是在昨天第一时间 我们跟他进行连线 而且早上一大早 他也召开记者会揭发更多的事实 因为其实林俊宪说 陈国欣就是你出来面对 逃得过法律 逃不过社会制裁 来 林俊宪来到我们现场 继续晚安 各位观众好 在昨天第一时间为我们掌握在法律层面方面 所谓的程序正义 到底应该怎么思维 来 周伍荣 周律师来到我们现场 各位当时我打我晚安 好 国会观察 机器门总统律明老师 他叫晚安 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性 他昨天早上召开记者会 现在补习半夜者决定要控告他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他说 其实林一涵的书要揭发的 不是只是一匹狼 而是一群狼 这是民进党高雄市议员肖永达 肖老哥 大家好 好 继续为您邀请到 台湾面临到狼屍有多严重呢 平均说每一年有50匹狼屍被解雇 到底什么样的情形 人本基金会南部办公室主任 张平 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张主任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顾人朋友 我们先来看 这是在今天目前为止的最新发展 当才女作家被补教名师右肩之后 想不开 轻生了 今天这是她的头期 在台南所开设诊所的双亲 透过了群组发布的追悼文 回忆三月份女儿的生日 吃蛋糕的对话 写下 孩子不要说对不起 以后要好好睡 不会再有噩梦了 也呼吁请大家记得她的遗愿 好 教育局现在决定也要查狼师了 但是补习班五项声明喊告 畅下肖永达市议员站出来要对你提告 来 肖议员他们决定对你提告 我知道 所以呢 你今天要告就去告 所以今天呢就把所有的狼群一起来公布 昨天呢我公布的狼师名字很清楚啊 就是陈欣国文的主事者陈国欣 那我今天继继续讲 要继续讲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林亦涵白白牺牲 林亦涵写 房思期的初恋而言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社会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房思期 而要防止社会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房思期 就要把这些狼群的现象一一公布 其实我会注意到这个现象 不是因为林亦涵事件 因为也有发生在我们高雄 而我们高雄同心补习班就在高雄 而这本书呢 指控的那个主角叫李国华 那我讲的人是陈国欣 啊所以呢李国华陈国欣 后面插一个字叫华欣 所以高雄叫同心补习班 在台南呢就叫做华欣补习班 台中呢也叫做华欣补习班 而他的股东之一呢 通通都是陈国欣 那今天其实报纸屏面媒体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误导了民众 比如说台北台大补习班的声明启示 陈国欣老师的所有课 5月1号开始停课 台南市教育局去查 说陈国欣老师已经解聘 那昨天呢高雄市教育局 去同心补习班查 也说呢陈国欣已经离职 把陈国欣呢当作一般的老师 把你解职把你停聘 你就没有课上吗 这简直不了解台湾补习界的生态 我告诉各位陈国欣活得好好的 钱照赚年收入绝对2000万以上 即使他都不上课 年收入也绝对2000万以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台湾国欣只有两个招牌 一个招牌呢叫做陈兴国欣 另外一个招牌呢叫做吴越国欣 两个人年收入呢绝对都超过2000万以上 陈兴国文主事者是陈国欣 但是呢他手下呢有很多徒子徒孙 换句话说呢 北中南通通都有陈兴国文在上课 但是去上课的老师 大部分都不是陈国欣 换句话说呢 台大补习班陈国欣不会去上课 台南市华兴补习班陈国欣也不会去上课 高雄同心补习班 我相信陈国欣也不会去上课 但是呢用的都是陈国欣的教材 陈国欣编的讲义 教法都是陈国欣的所编出来的那一套 所以呢陈国欣有没有钱赚 你老师拿我的去上课 你通通都要交我的钱 所以呢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处罚很有限 换句话说呢 台湾的补习班在编造一个谎言 把补习班的老师 类似学校的老师在讲 什么解聘 离职 所有课都停了 都停了对他有什么影响 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本来实际上课就很少 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里头 你说他又是一个大股东 现在不管是停职 解聘或停课 对他的陈主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我请教你啊 你说这不只是一匹狼 所以你到底传达 是一群狼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昨天高雄市教育局去查 高雄同心补习班 说呢 陈国欣老师已经离职了 要求我请教你 他是补习班的股东 怎么离职啊 对啊 高雄台湾市教育局说呢 在华新补习班 已经把陈国欣解聘了 他是股东怎么解聘啊 所以这根本是一个骗局 所以我们的官僚系统在干嘛 就是这样 之前没有作为 现在呢 现在还在等什么 现在打迷糊仗吗 要感谢姚老师的公法论述 让台湾的言论自由可以进步 不然连这些名字都出不来 就是这么在骗啊 林一涵在他的书里头 似乎留下非常多的线索 这里头 当事人相关的亲戚告诉我们说 95%以上都是真实的 哪些是真实 留下线索是什么 那我干脆就把狼群名字一次公布 林一涵的书 凡思琪的初恋乐远 其实整部书的核心重点 就是在指控补习班 沦为名师的性爱乐远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 他写得很清楚 而且也写得很详细 而跟他实际有关系的 是陈兴国文 陈兴老师 所以呢 他用的名字 书名叫做李国华 本名叫做陈国新 台南现在就是华新补习班 华新 李国华陈国新 那另外呢 他还有写到什么 什么英文老师怎么样了 物理老师怎么样了 数学老师怎么样了 那我今天来了 就具体点名 同心补习班呢 还有什么 还有 除了陈兴国文 是招牌之一 他另外三块招牌 叫做汉生英文 无敌物理 立行数学 在高雄 高雄女中 有两位以上的学生 是受害者 也是 是类似 右肩 跟陈兴 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 跟谁有关系 跟我讲的另外三个 有关系 换句话说 我昨天一再强调 根据我在高雄的经验 陈兴还不是 同心补习班里面 最遏止的 还有比他更遏止的 而他们的遏止 我们认为 一个老师 你教学生 利用教学的过程 去诱监学生 这是不应该的 而且那学生 大部分都16岁到18岁 虽然 不能过程强奸 但是就是 你那个行为是属于 不道德违反老师伦理的 但是实际就发生 爱于当事人 因为16岁以上 而且是合一的性行为 大部分后来都是私了 私了 所以高雄女中 现在遇到的这一批狼师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狼师也是处在 一个所谓的诱监的方式吗 这个过程的真实状况 你所了解的是什么 为什么 熊女的学生考进去 头脑都不错 怎么会被诱监呢 那很简单 会诱惑她的人 绝对是有一定魅力的人 我跟你讲 要当民师 那可不简单 民师的收入 大概是一般老师的 30倍起跳 一般民师大概都是 两三千万 年收入两三千万 在高雄我认识的民师 他都是开跑车 买豪宅 好几千万的豪宅 就是直接用现金买 他们有这些收入 他本身都是高学历 民校毕业生 比如陈国欣 是台大中文系毕业 都是国立大学 民校毕业生 口才好 风采边边 其实出手都蛮大方的 跟女学生交往的过程 其实他们也很大方 会送名牌 也会给他零用钱花 林一涵的书写得很清楚 林一涵的书写得很清楚 陈国欣在跟他交往的过程 就是会给他零用钱 他说为什么要给我钱 把我当妓女吗 他说不是 给你钱是希望 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时间陪你 你放在那里 这东西是我的钱买的 你就会想到我 他们很会对女孩子 用这种花言巧语 所以这些名师很可恶吗 坦白说 对女孩子来讲 第一 她是社会很出名的人 而且我是慕名来听课 而且对我很好 而这些女孩子 都是16岁到18岁 对这些老师 有一定的憧憬 都是名校毕业生 是她学习的对象 收入又很好 但是他们没有社会经验 大部分都没有谈恋爱的经验 家里人也没有性教育 所以当老师 对她进行性侵害的时候 几乎都是半推半就的接受 甚至就是跟老师交往的过程 还会爱上老师 一直到家长发现的时候 这不对劲的时候 要去扭转的时候 目以沉舟 我们将心比心 小军今天换作 你是雄女学生的家长 你会把她揭发吗 会教司法还你公道吗 司法怎么还你公道啊 所以一个这么强势的名医 林炳黄医师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还处在一个惊恐 而且他的情绪 几乎崩溃的状况底下 为什么 连他都处在这种 非常无助的情形 第一时间他选择的方式 也让他觉得无助吗 你可能不知道 林医师是我们南部 很有名的皮肤科医师 我住在高雄 我太太看皮肤科 都还会跑到台南去看 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 本身又很强势的人 又很善于发表言论的人 他为什么碰到类似的事件 八九年前就知道 为什么他没伸张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今天我换作 是你的女儿 你会把他伸张吗 所以会林亦涵写这本书 我觉得不要让林亦涵白白牺牲 要去把这个初恋乐园 他的结构性 要去把它戳破 要把狼窟戳破 这个才有办法去解决 否则就是说 不要有第二个凡思期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面对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是 是不是处在一个 非常无助的状况地下 导致于26岁的林亦涵 他已经打定主意 透过了出输的方式来控诉 留下许多的线索 让检警双方你非犯不可 但是我们看到官僚继续不作为吗 这是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吗 检警双方你到底在等什么 除了我们看到 卫福部来自于台南 现在还包括了台南市警察局 你们全面在下封口令之外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那我请教的是俊健兄 从一路追这个新闻到现在 真实的状况 尤其是你 王定宇 包括了肖永达 你们认为就是他 就是陈国新 现在所掌握的事实 包括了更多的证据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社会群体愤怒 为什么群体愤怒呢 我们看到的是 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 要透过全民公审 这就是中华民国 这就是台湾吗 来 俊健怎么看 第一个就右肩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法律目前的追溯 可能还有一个距离 但是陈国新不能让你跑掉 你敢做就敢当 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我要你身败云列 我要你面对你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要送你进监狱 那很多人就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我们才发现 这陈国新真厉害 他有成立一家公司 叫日创社公司 那经过我们深入了解 这公司在过去大概十余年来 拿了两百多 两百七十三个案子 超过三亿元 那他拿的案子有没有问题呢 经过我们去了解以后 哇 不得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有公开来指控 同时又一个证人挺身而出 他去标台北市立图书馆 做台北市年鉴 那一年一本 那去年 就是这个出面指控的人 姓徐 一位徐小姐 他就去出标 跟日创社陈国新他们来比 结果他去开标的时候 他吓一跳 因为日创社陈国新是拿 前一年旧的作品出来比 那明显违反了招标公告 因为他台北市年鉴 一年一本 一年一个主题 所以你必须针对当年的主题 提出你的作品 而且要提出三件 他一发现说 日创社怎么拿旧的 他立刻去检举 为什么 因为他差点昏倒 得标的进展还是陈国新 还是日创社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卷取 各位看一下 因为陈国新前一年的作品 是这个 这个就是像蜜蜂一样的蜂巢 因为那一年 柯P刚当选 所以的主题就是 小蜜蜂嗡嗡嗡嗡 就做一个蜂巢 那第二年 就徐小姐去参与 投标了 那一年的主题 是北门风华再现 因为把那城墙拆掉 北门风华再现 蜂巢也可以当北门 他居然拿这个蜂巢 同一年的比赛过的作品 拿来说 拿来参加 北门风华再现 还让他得标 后来他都到处检举 都没有用 然后 日创社 陈国新 他们就跟这位小姐联络 意思说 你不要再检举了 你设计的那个 北门风华的作品 卖给我 他就直接 我给你买下来 往那去送给台北市政府 这是他们之间 往来的一个耐 我把这个证据 还有当事人今天也站出来 我请他要不要戴个口罩 他说不用 我官民正大 我直接面对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相关证据 另外 我还发现 像他拿的标案 有各部位 有国营事业 各县市政府 各位 一定没有人看过这本杂志 由来由去 这是中游的杂志 谁会看到 刚才就 中游圈圈内的人 这本书大概在2014年才创刊 都是陆创社得标 他连续拿5年 这本书 这本杂志保保的 30页 你知道一年12本 30页才360页 金额多少 你知道吗 900万起跳 你平均一页的设计 好几万块 我看这全世界最贵的 设计费最贵的 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标出去的 2013年2014年 开始标 然后我又发现 你一般在做这种标案的时候 好 中游采用 所谓的限制性招标 就是找评审来评选 那评审怎么来 公家单位的评审 他一定是根据 公共工程委员会 他有一个名单 一个资料库 去从里面 聘请你的评审来 结果中游不是 中游他去外面自己找 那公务人员都很保守 因为我如果从工程会 找评审的话 我有根据 那如果你要自己去 私下聘请的话 你要序民理 难道工程会那几百上千个人的专业都不够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聘 所以公务人员要 这个承办人员要 这个单位要自己负责 我也调出来的 他之前的那个评审 他找的都不是公共工程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评审 都是他自己找的 连续标五年 中游有了游去 那连续标五年 除了这样之外 日创社成果新的公司 还直接 他的员工 直接把他们公司 就是日创社的名片 员工的名片 直接就把这个 由来由去 广告代理 印在他们公司 员工的名片上面 这是日创社员工的名片 日创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然后他把这个 由来由去的广告代理 是 大家要知道 这本杂志是一年一标 你很可能明年就不是你标到的 当然 那你把它印在你公司的名片 如果你明年没标到 全公司的名片要重印 除非你很有把握 这个都是我的 对 可能很久永远都是我的 还有一个中游公司事业代理 广告代理 印在名片上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家公司不得了 非常有办法 好 那我今天就把相关的资料 所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是陈国新 就是陈国新 登记了就是陈国新 那陈国新是谁 陈国新就是害死女作家的 就是他的老师 就是 一名就是陈兴国文 就是他 你这么斩钉截铁 就是害死女作家的 你凭什么这么斩钉截铁 说是他 这里头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有没有 我今天就先突破这一点 为什么台湾社会会很闷 大家会很生气 因为 卫物部在 案发时间 下令所有媒体都不能讲话 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你说你今天开记者会说 不要变音 不要打马赛克 所以呢 可以不要打马赛克吗 我今天就先突破这一点 为什么 卫物部你凭什么叫媒体不能讲话 你凭什么叫 受害者的父母 闭嘴 因为他说他引用的是 性侵害防治法第13条 我今天特别 也找律师 那我也把当时 引用这一条的主管 卫物部的 保护师的司长前来 我说 第三条是要保护被害人 那加害人 为什么不能指控 你不能把他点出来 那你懂得在保护这个凶手 那指控的人要负责 我林俊宪今天说就是他 那我负责 陈国新 你有种就告我 你不要当一个乌龟 你有种就来告我 像我算一下官司 诗词的部分 差不多都有19首左右 还有加上白昊 跟文云文 加起来的阅读 都有7个 走不出迷惑 老是在写负面的 这种分数一定低 任何成长都是从迷惑开始 所以要懂得 操业困境 化主力为助力 走不出迷惑 老是在写负面的 这种分数一定低 任何成长都是从迷惑开始 所以要懂得 操业困境 化主力为助力 我林俊宪今天说就是他 那我负责 陈国新 你有种就告我 你不要当一个乌龟 你有种就来告我 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我负责 你怎么可以叫大家 不能提到他呢 所以今天 我要特别再补充 高雄市社会局 台南市社会局 都同意这个讲法 后来 同意讲法就是公布 陈国新的名字 包括他的照片 不需要打马赛克 对 OK 也请不要把我笑应 就是陈国新 是 吴市长他也同意这个讲法 他后来也同意 那后来 后来我说这个人 就像刚刚我们议员讲的 这个人非常非常有问题 你讲陈国新没关系 我有证据 陈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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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证物证我有 人证物证 下议员都有 说出我讲就可以了 因为我有证据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他不是说自称 你刚刚有提到他的学历 我请介绍部去帮我查 陈国新 有没有找到学历 查了几天 介绍部都不理我 都不讲 听说现在找不到他的硕士论文 真的吗 我找得到 你找得到 我怎么找到的 他根本不是硕士 所以他当然不会有论文 我问台大 台大也不回答 一直到昨天台大愿意清楚表明了 台湾大学告诉我 有 陈国新是他们中文系毕业 但是是业建部 但还算是台大毕业 那中山大学为什么查不到 他是硕士吗 中山大学你清楚告诉我 陈国新不是他们的中文所的一个硕士 我后来去查 因为这陈国新他的宣传 他说中山大学的 你这张照片是从 是他们的网站 他们的网站 他们的宣传 他的宣传品里头 你看他特别标榜 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 台大中文系 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 诚心国文专业教室 包括诚心解析国文 诚心国文师资团队 OK 后来我查到了 原来你们当然查不到他的硕士名单 或者他的硕士任务 这个是陈国新 他是中山大学的中国文学系 暑期专班 这可能要请教一下姚老师 暑期专班 硕士在职专班 对 那一年级 他休学期满 没有复学 没有复学 这个名单是什么呢 这个是中山大学的公告 97学年度 第一学期 这是我第一次公布的 他应该予以热令退学的学生 应该2008年第一学期 列入应该退学的名单 我先解释一下在职专班 在职专班的意思就不是一般的考上的研究生 就是在给我们会在暑假的时候 或在学的时候 给那些已经工作的人 说你还要继续念研究所的 你可以读在职专班 那可是他可能是因为太忙或什么原因 他根本念不完 念一年就停学 停学到一段时间 他都一直停着 他根本没有去读 根本没有去读 中山大学已经公布他2008年被退学了 在这个名单上 都是他们学校每一年都要公布 就是说哪一个学年度那个学期要热令退学的学生 他早就被热令退学 在2008年几乎是10年间都退学 所以我今天也请律师 也请相关单位 第一个 补习班某种程度有商业行为 我们大律师也在场 我可能是因为你的学历我来缴钱 是 那你在涉嫌诈欺 你是商业诈欺 我可以要求退费 我都请大家发起一个还我学费运动 去跟他要钱 那已经缴的呢 已经受课了呢 还是可以要求退费 对啊 你骗我啊 或者是人跑掉了找补习班 一定要把他逼出来 我很巧 我刚好有两个助理 一个台北一个台南的助理 都是台南人 都是他的学生 都在他那边上过课 他们上课怎么上呢 他们都收现金 他们收现金 逃漏税了 简单讲逃漏税了 所以我今天也请教育部到场 你要用行政命令 你不下令 我就来修法 补习班老师啊 不可以再用疫名 你不可以再用假名嘛 用假名 用修现金都是违法的啦 你至少要让学生 或者让家长知道 我的孩子给谁交嘛 这个人的真实性命 你真实生命 你要让我们知道 还有 你也要用行政命令 规定他们 要公布这个老师 他的学金 房子像这种 陈博新这种 用假学历来骗学生的 是这种状况 我要求教育部 要开始来执行 因为我们现在 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教育部它有一个 所谓 不试任老师的平台 但是它只涵盖了 公私立学校 比如说我公私立学校 那补习班呢 没有在里面 没有在里面 我聘请一个老师 我要查一下 这个老师过去 有没有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坏事 是 没有报完补习班 所以补习班老师 每个都用疫名 什么鱼叉 姜叉什么的 除了是改革名字 就跑掉了 所以哦 现在应该也要把 这种不试任老师的平台 也要包含到 补习班的老师 用真实身份来